9月19号 知名自媒体人 作家王小磊发售与其公众号同名新书《六神磊磊》读金庸 金庸的武侠作品风靡华人世界 金庸虽已离去 但他的作品仍然在影响一代又一代人 王小磊接受中心社专访时表示 金庸作品在不同时代都能找到新的角度去诠释 如果我们现在解读的还和二十三十年前一样 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再重复一次 既然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 在当下来读 那我想能给大家不一样的解读 新的角度 新的诠释 新的想法 我们把金庸这个武侠经典读出新的味道来 武侠精神在当今时代是否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王小磊认为这是必然的 侠的本质不是打打杀杀 而是同情 我们今天也很需要武侠精神 谁说武侠过时了 没有过时 我觉得侠的本质是同情 为什么咱们路见不平拔刀相处 就是因为对别人感到同情 同情才是侠的本质 那我们今天的时代 同情永远是一种我们需要的品格 近年来 武侠类小说作品示威 武侠走向没落了吗 在王小磊看来 武侠从未没落 只是写武侠的人不如从前了 武侠现在是不太行 但不是他本身不行 是搞武侠的人不行 就好像诗歌 现在给我们感觉好像不太行 那不是诗歌不行 是诗人不行 所以我还是保有一份信心 我觉得武侠肯定还是行 只是暂时从事他的人不太行 说不定以后就行了 金英作品读者基数大 金庸武侠剧也一直占据 古装剧市场的头部优势 被多次翻拍 而近期多部翻拍作品 评分断崖式下跌 这是否意味着金庸IP 已经失去魅力 王小磊认为这恰恰表示 金庸武侠作品在当今 依然充满活力 我觉得大家在讨论 在批评就说明还行 你拍得好也好 拍得坏也好 大家不理会了 这就是真的不行了 可能因为这些年里 有一些改编的确实很糟糕 所以你我每当看到一个改编出来 就心惊肉跳 就不敢相信他能拍得好 咱们也不必 也不必有这种 被迫害过的 然后这种习惯性的心理 我觉得佳作肯定会有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